可以把PSD02-2這幾個小字移過去就可以了 放在哪裡?放在這個位置 而且它本身是白色的,所以其實也不用改顏色 那選的技巧,你要選的話 假設你用魔術棒工具,應該都很難選 因為它其實是這樣的圖層,你可以分析一下 它實際上是在一個背景 所以圖層20的就是一個背景 所以理論上我要選的字應該是這一些字 那你會發現,這一些字的背後是透明的 所以其實這兩個圖層,我們理論上應該要選這個圖層 那這個圖層的話應該是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針對這個透明的圖層 直接就按下滑鼠的右鍵,把它選取像素就可以了 因為它背後是透明的 那什麼叫透明的? 其實就是像這種馬賽克的這種有沒有樣子 就是透明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什麼時候可以選取像素? 就是當它背後是這樣就可以了 OK,好 你會發現呢 很簡單,選到的有沒有? 選到之後的話,Ctrl C 再切到剛剛這張圖上面按Ctrl V貼上 貼上之後再用移動工具有沒有? 把它移到適當的位置 大概到這裡吧,我看一下 蠻接近的 就這個切齊大概這一條 所以可以把它往下一點點 大概這樣 OK,理論上應該就蠻接近的 不過我覺得好像還是可以再微調 因為它這個顏色好像還可以再調一下 不過說真的 因為它給的相關的數據實在是不太夠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光調出跟它一模一樣的顏色 那真的是很花時間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希望能夠調得跟它一模一樣的話 那是最好 不過就是又要花一點時間 那這個部分的話 今天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是把這一題把它做完 當然如果你今天呢 有角焦的話 那就算加分 如果你假設因為你期末報告還沒做完 那可能剩下的時間呢 而且給各位呢 就再把那個期末報告的部分 再把它試著 多花一點心思 記得喔 最後呢 可能要交幾個檔案 第一個的話就是一個PSD檔 第二個的話就是JPG檔 就兩個檔案 一個是我要知道裡面的圖層 所以將來這些圖層 記得你不要整個全部 讓它消失 因為我就不知道原來你的圖層 我是希望看到就是這些圖層 OK喔 這些圖層 但是PSD檔有個缺點 就是檔案沒有壓縮 所以會比較大 那比較大的話呢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說 你用那個ZIP的壓縮方 把它壓縮再上傳 這個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說實在太大 不然的話 你們就是把它丟到雲端 然後再給我個連結 我再上去看也可以 那另外的話 你用JPG 那JPG的好處是什麼 你另存新檔的時候 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存成 所謂的JPEG檔 這個是Photoshop 那如果你存成JPEG的檔案格式的話 它的好處檔案就變比較小 可是如果你存檔之後 說真的 我就看不到這邊的圖層 我可以看到結果 但是我不確定說 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想要看一下裡面 你的圖層的狀況 那這個部分就沒有辦法看到 所以記得啦 反正就兩個都存 這樣我比較能夠確定 這個是你做的 OK 然後盡可能的就是 看看能不能在AI的部分 多練習一下 多找一下 看看能不能配合的部分 然後最後的話呢 心得稍微寫一下 反正呢 你只要有用過的 甚至你如果嘗試過的 然後但是失敗也沒關係 然後呢 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有沒有辦法解決 如果有解決最好 你說老師我花了很多力氣 在哪個地方上面 那終於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那如何解決的 也許你可以寫一下 但是喔 如果呢 你沒辦法解決也沒關係 你可以 反正你至少做過 花個力氣絕對不會白費 那我也知道 原來你有努力 但是目前還沒成功 也許將來會成功 OK 那這個課程當然是希望說 幫各位開一個 算是開個頭啦 後面的話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多花一點心思 那當然我前面有講過啦 Photoshop不算是我的專長 因為我說真的 我自己是很喜歡攝影 很喜歡影像的東西 但是Photoshop說真的 不是我主要 不是我的專長 但是我至少有設立啦 我已經很盡力的 把這些題目 哇 我光要把這個題目 每一個都做過一遍 其實也很花時間的事情 所以剩下的時間的話 就給各位把這一題完成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下一節課的話就開放 看你是要在這邊練習